雲林檢警清查黑心油来源 5号又发现有地下游航正将小蜜蜂收油车的油 输入标有沙拉油的油罐车当中 除了将负责人移送法办之外 检方将追查地下游航是否也是最近几波黑心油的来源之一 云立县环保局接获民众检举 5号下午会同检方来到市同乡 这处于市地下游航的工作区 业者正将小蜜蜂收油车的油输入油罐车中 准备要送往桃园的一家生子油厂 我想那个黄包署已经将费食用油公告为硬回收的废弃物 那他就是要收到废弃物清理法的管制 那我们有查获到就是劳性兄弟 他们去学校跟一般的一个餐厅收集这个费食用油 那甚至我们有查获到一些自由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们怀疑他有自由的设计 环保局表示 这间位在赤隆乡甘西村的地下游航 是一对劳性兄弟设厂炼油 虽然业者是属于合法公司 但却无非器物清理许可证 属于违法营业 就要被检方带回证训 当场查扣了炼油的这个设备 以及炼油的原料油桶等物品 那机查完毕之后 相关的这个劳性兄弟 哥哥的部分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 弟弟的部分呢 则交保十万元 环保局不但发现劳性兄弟回收废弃使用油 一旁还有自由工具 却没有向环保局申请 依非器物清理法可处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克三百万元罚金 检方则查扣电脑和战策 将追查厘清这些油的来源和去向 记者网上云林报导